为了解决岗山地区长久以来 渔市场拍卖面积不足的问题 市府筹措金费及渔业署的补助下 次资上亿元打造全新的岗山渔市场 28号举行动土典礼 未来渔市场将景林家禽家畜批发市场 成为全国最大的渔农批发中心 也会导入HA-CCP制度 打造符合现代化的冷冻仓储及物流中心 高雄市长陈菊协同渔业署长陈天壽 一同上香献花献果 选择及时与中央地方敏代及贵宾共同 职产动土 象征岗山渔市场先建工程即将展开 由于就有岗山渔市场面积较小 整体环境不佳 这地方因切期盼下市府向中央争取补助 共同赤资1亿6千万元打造全新岗山渔市场 村居自辞时以最感谢渔业署 并强调市府未来将持续投入预算 把渔市场打造成为现代化多功能的渔产品营运中心 面对剩下一年即将卸任 陈局市长也要求市府团队全力投入工程 预计明年11月就能完工启用 成为岗山区重要新地标 我一直要求明年的十一五月 一定要把工程的完工 我那时候我有跟海优就说 说还是工程不能进入来完成 这样就让新的市政府团队去做就好 他们给我保证说 这是工具结构 一定要好 不然这些都要配的 我们这个地点选择 我们的旁边是家禽市场 还有肉品市场 未来我们这三个市场一起整合之后 会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农与产品的 一个批花销售的一个市场 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新建渔市场占地1.9公顷 将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 由于景林家禽及家畜批发中心 也将成为全国最大农与产批发中心 未来也将导入HA-CCP制度 希望打造成为渔货不落地 现代化的渔农产批发中心 港都新闻王思武 罗绍军 采访报导